我相信除了我不会有其他候选人敢提这个证件 所以那就是我必须出来选的理由 这个证件就在今天决定要参选台北市议员中正万华区 首先我要先签户籍 一开始可能会先签在螺丝包的铁粉夹里面 等我租好房子搞定服务处再签出软 签完户籍才能办政治现金专户 哦 我的这些政治现金才能买更多的大马 不是啊 是要拿来选举 从议员到立委 如果我先当上议员 我要先推动红灯薰落地 希望能降低中正万华的犯罪力 希望下一代的台湾小孩都能没有罪恶感的收大马 使用大马 他让大马能处罪合法化 红灯薰落地就是大马合法化的第一步 为什么军选议员而不是立委 因为要推动大马合法化 需要有可以说服民众的配套措施 在荷兰大马电跟红灯薰就是法定联统的关系 而这个产业在台湾尽管不合法 但自古以来都存在 特别是在万华有相当多年的历史人格 又经历疫情的阿公店事件 正式灰色产面存在 并且设立红灯区黑海外馆 就是必须做的一步 我相信除了我不会有其他候选人敢提这个政见 所以那就是我必须出来选举 如果当选就代表哪里市民已经准备好 一些更进步更自由的未来的 他们